大家好,我是李世文 今天想和大家分享一个概念 就是中共面对得到文革,但面对不到六四 中共甚至不怕去引发另外一场文革 都不会想见到有第二次全国各地的民主运动 近代中国发生过两次民众运动 文革是暴力和强制的一场政治运动 但80年代的民主运动就是倡议和平尊重人权和自由 两场运动目的和手段都不一样 本来是不应该相提并论 但现在中国的处境就令人同时间想到这两件事 白纸运动令人想起80年代 但如果你看习近平的言行举止 又有些感觉好像他想将14亿人送回60年代的世界 文革究竟是什么? 文革是毛泽东的第二次奪权 一方面他要削弱国家政府官僚的系统 另一方面他要扶植一班狂烈分子和机会主义者 其实在中国历史里面 这种官僚体系和皇室贵族的矛盾是屡见不鲜 结果就是所谓的党争 中共不是说不怕党争 不怕党内夺权 但极权统治的特点就是 每当出现权力转移的时候 亦都是权力结构最容易受到冲击 最容易崩溃的时间 国家机器和统治集团 中共宁愿破坏国家机器 他都一定要保住统治集团 因为中共本身的存在 就是这班人的最大利益 如果说现在神奇国道的气氛 似文革 其实最类似的地方是什么? 就是这个执政集团 这个党 将自己放在国家民族之上 其实过去的封建社会 执政集团就是皇室 外戚 军阀 地方土豪等等 层层有上而下 靠中法制度维系的既得利益 今时今日的中共 其实就是好像以前封建世集的权力 只不过是去到21世纪的版本 今时今日中共党员的身份 就好像以前的贵族 以前的贵族 都是用家庭组织做单位 现在的中共 不是一样有太子党官二代? 从大历史的角度去看 其实社会上面的上层结构 有不少是沿袭过去的这些传统 而所谓的下层结构 即是经济生产模式 在过去百多年来不断转变 马克思主义的历史观 是相信什么? 就是相信当下层结构 即是经济生产模式转变 上层结构也会受到影响 所以在过去百多年来 各种什么主义 民族主义、社会主义、计划经济、官僚主义 甚至资本主义、自由主义等等 全部都是经济和政治互动之下的产物 中共、前苏联 以及世界各地的独裁专制社会 都以为在极权之下 一样可以做到高度复杂的现代经济 但事实说明 这不是那么容易 另外就是中国有一个特殊的情况 就是每当地方、经济、社会和政治实力冒升的时候 就会成为中央集权的朝廷的一个隐患 所以过去五百多年来 这个地方偶尔都会出现自我封锁 其中最主要的原因就是 避免地方和民间实力的增长 确保中央集权在任何情况之下 都可以透过分而自知的手段 去维持统一的局面 大一统、传统 这些价值观 在中国的政治意识形态佔有主流地位 其中一个原因就是 因为这套政治意识形态 是支撑着一个庞大的既得利益 我们姑且叫这一派做中国的保守派 这班人表面上的政治价值就是保守和民族主义 1980年代中国经济改革开放之后 下层结构出现急速的转变 自然的结果就是影响到上层结构的政治文化等等 当时的中共就叫这个现象做资产阶级自由化 由1986年的秉人学运到1989年的全国民主运动 其实不但反映了意识形态的矛盾 亦都是地方和中央在文化经济上实力的平衡转变 毕竟1980年代的中共 它的国家机器、计划经济的操作等等 都是落后于世界当时的平均水平 而由1989年到1991年 更加是中共自1949以来面对过最严重的存在危机 中共不敢正面地面对1989年前后三年世界各地所发生的事 踏入1990年代 中共和中国大陆的民族主义 尖尖成为了最重要最主流的政治意识形态 基本上今时今日 如果你在中国大陆看到一些不能够用常理去解释的事 背后都是有两个原因 一就是有民族主义的情绪影响到 第二就是因为中共要维持中央集权和大一统 而衍生出来的各种副作用和后遗症 假如白纸运动令你想起1980年代末的全国民主运动 中共体制中一样有人有同样的想法 假如当年中共体制中有两派观点 即是改革派和保守派 其实今天也是 但当年中共已经选择了不择手段 也要维持中共的一体集权 今天他们的决定也是一样 未来几年肯定中共会加强各种对民众的监控 更加重要的一点就是 假如在未来 民族主义已经不足以令民众服从的话 中共将会赤裸裸露出他专制独裁的面孔 其实近代史中出现过的所有高压统治 都经历过类似的过程 甚至在近代中国 由1949到1978就是一个完整的循环 有人担心会再发生一场群众运动 好像文革一样 但正如以上所说 文革其实本质就是一场 借民水力量再奪权的宫廷政治 今时今日的中国大陆 我觉得更加像1961年 即是大跃进、人民公社、中苏决裂之后 中国大陆面对那种政治和经济困局 当年毛泽东虽然犯下严重的决策失误 但最终的结果是一场宫廷政变 以及全国上下的政治狂热运动 十年浩劫最可怕的地方不是盲动的群众 还有那种道德价值的崩溃 宫廷政治的阴谋 生产模式的倒退 究竟文革会不会重临呢? 首先我们要看看中共现在的最高领导层 有没有感受到在内在的威胁 就好像当年毛泽东 觉得会被官僚体制取代它一样 其实从二十大的人士任命都见到 现在是完全一面倒的状况 问题是 假如政权在现在的经济、民生、外交、内政等等 继续出现严重失误 这个权力架构的惯常思维模式 一定会觉得有人会想取而代之 正如一开始所说 中共是会不惜一切去换取它继续执政的条件 古往今来这个土地上每个政权都是这样思考 换句话说 当习近平越感觉到自己不稳定 他就越会去排除异己 越会去将对民间的监控加强 不过 是不是会发展成另外一场群众运动 是另外一回事 你如果看现在中共体制内 究竟又没有发动群众运动的能力 很多人就喜欢将当年文革的起因 就说是毛泽东的个人魅力 其实我有另外一个看法 如果你看回1960年代 当时中共也只不过是执政十几年 他们在整个奪权和内战的过程 其实有很多统治和情报的机关 当时仍然是可以运作得到 你甚至乎可以说 红卫兵只不过是将内战时候 游击队的统筹方法 重新调整之后转变而成 如果你看2022年的今天 中共没有错是有很多高科技的协助 但是它自己体制本身的效率和控制 绝对不可以跟当时这个 经过战争试炼而建立的系统 可以比较 所以我不是特别担心 宫廷政治会有条件 演变成像文革那样的群众运动 但是说回 宫廷政治是中共最大的弱点 因为它体制里面 没有办法有合理的协作和信任 所以它统治的结果不会好得去哪 如果民生受到影响 甚至乎去到民不聊生 结果是一场又一场的抗争 但问题就是群众的冲击 未必能产生良好的制度变革 中国现代化的真正困局 在于再三错过了建立体制 让这些现代的价值 内化成为社会文化风俗等等 如是者 由晚清到现在 这个地方一直都没办法摆脱千百年来 专制信仰的诅咒 各位我是李世文 多谢你的收听 下次再会